關慶寧,瑞士反映抗部真正領導者、名部專訊 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日前去世 中年89歲處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代表政府表示哀悼 他稱讚楊光多年來對提升勞工福利有 特出建樹其他特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領袖也高度評價楊光的貢獻 認為他的去世是本港公運一大損失另一方面 一些傳媒和學者指出,楊光是1967年反映抗部的領導人 那場運動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 楊光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還形容他是手上之滿鮮血的大魔頭 自然不同的評價固然凸顯香港社會的兩極分化 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事實的兩個方面 楊光自1948年加入電車工會後 就一直活躍在工人運動的前列 努力為打工制爭取權益然而 他1967年確爭擔任過廣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主任 名稱大噪要評價他的一生 無法繞過這段歷史眼下這場爭議 其實只是十四年前那場爭議的翻版 2001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向楊光攀秀大紫荊勳章 在香港社會引起震動一些團體環道政府總部抗議 要求政府改變初衷當時筆者在鄭京漢主辦的茶杯周刊工作 一生年輕同事前往灣仔金子經廣場抗議他們用鐵鏈把自己所在旗桿下 象徵香港人已失去自由有趣的事 當時的抗議者多是1967年尚未成年 甚至未出生的人 親歷事件的一代人反而不大感興趣有位同事告訴我 蔣毛梁國雄和劉山青都不願意參加 估計有情易結後來聽說蔣毛在天星碼頭正座 身旁擺著一幅標語 大義士反則有理 暴力有罪他只是個掛名到委會主任 而以我當時電話訪問了各界一些人士 包括好幾個已分道楊標的元左派成員 他們提到楊光時 都以光叔專稱 似乎沒什麼惡感而那群年輕人抗議了半天 回到公司才問 究竟是什麼回事 我答道 我那時不在香港 不了解情況 但擺楊光當作罪灰禍首 肯定搞錯 他只是個掛名到委會主任 而以我之所以如此肯定 是因為在此之前曾見過反英抗暴的真正領導人 1996年秋天一個下午 我到廣州探望省教育廳前 廳長楊梓江當時屋內環有另一位老人加二人好象光 一起參加了一個老幹部聚會楊介紹 梁佬也是我門教育廳的老廳長 這位梁先生聽說 我是香港記者 便高興地與我聊起來 他對香港十分熟悉 可以隨口說出很多人的名字 我猛然醒悟 這位被楊梓江專稱為梁叔的老人 就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當時六七暴動 《香港傳媒》以刊登不小評論和回憶文字而眼前的老人加事事件中的關鍵人 作為傳媒人 不應放棄這個突如其來的機會梁威林盡管一再聲稱不必提這些陳年往事 最終還是談了自己的看法 但事後又要求我保證不刊登楊梓江還加上一句 在我們這些人去世之前絕不能見報 當時談得很廣泛 現把談話要點歸納如下他斷言否認有關他和其風 新華分社副社長 為避免被周回國內批鬥 刻意挑起暴動的說法他表示 事件由新蒲江膠花廠的宮朝引發 哪是工人的自發抗爭 他們事前完全不知情良還說 新華社不可能自把自為 幾乎每天都要向北京匯報 重要事情會直接報告總理辦公室 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同時舉行大規模的聲援香港同胞反英抗暴大會 到時中央授意的他還說 周恩來對香港的鬥爭一直很支持 後來發生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 總理的態度才有所改變梁威林還說 香港新華社完全無參與姚登山等極左派奪外交部大權的行動 到時極左派企圖利用香港局勢實現其陰謀反英抗暴 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但他不否認 香港的反英抗暴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 不但擾亂了香港的社會秩序 干擾了國家的外交政策 還令外國陣營遭受重大損失對於放置土製炸彈等行為 他承認受文革武鬥的影響他強調 廣大香港同胞都是外國的 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應由工委負責他又補充了一句 港英警察也不是善男信女 我們的人被打得很慘你不在香港 很難體會如果十四年前把這番話燈出來 陽光所受的壓力可能會減輕一些無奈對老人作過承諾 只好保持沉默現在 兩位老人家加以作估 應可以把當年的談話公知於眾了此外 本人當時雖然不在香港 但對梁威林所說的香港警方不是善男信女 卻有深刻體會1968年下 我的母親患病入住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我每日都到醫院探望有一天 母親入睡了 我無所事時 便在醫院內閒寬無意中走到樓上 發現很多沙暴前頭或扶拐象的人 起初以為是本地兩派武鬥的雙兵 看到牆上向香港反英抗暴的英雄學習 致敬的橫額 才知他們的來歷據稱很多人 都是從港英集中營出來後 被接回內地療傷其後 我們經常都留上 向他們了解香港情況 他們也樂於介紹自己的英雄 同時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三四歲的中學生 臉原原的 有點浮腫 他被警察追打時由高處跌下 摔壞了脊椎 據醫生說 他這輩子已無法再站起來了 但他仍很樂觀 坐在輪椅上大講 如何用假炸彈下鬼頭其後 我恩自不想 再沒有見到他們了妹妹和唐兄妹天迎到醫院照顧母親 也會到樓上看望香港來客 據唐兄說 後來有好幾個人不自去世 而且死得很怪 昨天還好好的 能是能走 今天就不見了 夜間走的 估計腺內臟嚴重受損 突然發作弊命不止這些死亡個案有否歷入港應公佈的死亡數字 在過去半個世紀類 我經常會想起那位坐輪椅的少年 他是否還在世上 如果還活著 這幾十年又是怎樣走過來的 張家偉不持偏見呈現歷史真相 因此 我當時對殖民主義者的殘暴印象深刻至於多名警員被土製炸彈奪命 尤其是商業電台播音源林斌及其兄弟被活活燒死等悲劇 則是在1980年代回港後才聽說的面對一個個亡靈 暴動的領導者在斥責港應當局的同時 是否也應該苦心自責 縱使陽光不是什麽罪灰禍首 大魔頭 像他那樣的人緩能否不再盲目跟風 被人利用 無論怎麽說 六七暴動都是一場災難 而有關陽光是非功過的爭議 恰恰說明不少真相仍被歷史陳奈所掩蓋幸 而不少有心人多年來一直追求事實真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著名 記者張家偉先生,他二十年如一日,利用業餘時間採訪事件見證人 撥開團團迷目尋求歷史真相 向世人奉獻了《一本有一本有關六七事件》的著作 堪稱葬舉也一九六七年張家偉尚未出生 但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不持偏見地將歷史真相向讀者呈現 每一位事件經歷者或旁觀者,都有責任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益述出來 以警醒後人,防止悲劇重演者正式寫作本文的目的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兩人 很高興